新電影《天菜大廚》 在倫敦的首映會 眉光燈閃個不停 一身深藍色鼻挺西裝 留著迷人落腮鬍的 正是魅力男星 布萊德利庫博 而飾演監獄達人的女主角 喜愛納米勒 則穿著一席迷人的單肩 合身花朵群登場 右肩後方 拖曳著黑色衣袋 好萊塢男星 布萊德利庫博 在片中飾演一名 二星級米其林廚師 亞當瓊斯 他有著好手藝及帥氣外表 但因太過傲慢 而沉溺於女色和酒精 甚至染上吸毒 加上惡名昭彰的古怪脾氣 終究毀掉了自己生涯 來到倫敦後 他試圖重新找回原有的生活 在副主廚海倫的幫助下 帶領著廚師團隊開了一間新餐廳 並希望贏得米其林第三顆星 電影中拍攝料理的過程可不是異式 庫博和米勒沒有使用烹飪替身演員 全靠自己親自上陣 而在電影背景畫面中看到的所有廚師 他們全是來自倫敦附近 在三星級餐廳工作的真正廚師 庫博在親自下廚後 不得不說廚師是項辛苦且危險的工作 為了電影的真實性 主角們接受了廚師培訓 由世界知名的美籍意大利裔廚師 馬里奧巴塔利 英國廚師馬庫斯沃寧 及馬克皮埃爾懷特 再加上美國烹飪實境秀節目 地獄廚房的哥登拉姆奇 來教導他們刀法 料理 姿勢 和身為廚師的態度 天菜大廚展現了美味料理 大廚技術 還有主角亞當內心中的掙扎 更告訴觀眾 靠個人的天賦與傲慢 得來的成功並不長久 學習團隊合作也是成功關鍵 並鼓勵在人生低潮也別放棄理想 抓住機會重新開始 終能成功